既恭活佛慈悲,既是 怎样才叫既是救人 怎样才叫度人 先度你自己 既是,就是你眼睛看得到的 需要帮忙的,你可以帮忙的,就去做 叫做既是 他没有特定的对象 他有可能是人,是动物,是一件事 既是在土耳眼中,好像是很缥缈的事情 你无法想像,因为你无法知道 你将遇到什么事,会出现怎样的事 让你去既是,既是不是像很多人说的 要开工才叫做既是 其实,既是,是什么 善念 或许在你心目中只是个小事情 不足以称上什么善事 只要你是帮人家解决问题 让人家自在,那就是既是 既是没有分境界,既是没有分什么事 重点在有没有帮助对方解决困难 解决他当下的困境 譬如说,有人在搬东西,那很重 你过去帮助他,那个就是既是 你让他省力,让他完成他要做的事情 不要小看一个小动作 很多徒儿都把既是放在旧灵性上面 徒儿不知道吗 当你们做了这个帮助搬运的这个动作 他的心灵会快乐,会感恩 他懂得感恩,那就是在救他的心灵 很多事情不要只看表面 你要弃入对方的心 你弃入他的心,他懂得感恩 我们不是奢望他对我们感恩 至少他能够发出感恩的念头 你的动作让他知道感恩是怎么一回事 那就是在度他的灵性 一个人的灵性如果不懂感恩 他求到没有用 徒儿求到后有没有感恩心啊 我看的 是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